小林同學林雲汝 東奧男子單打第四 男子團體也打進八強賽 面對外界的關注 雲汝家人始終保持低調 如今林媽媽卻難得成為主角 52歲的林媽媽在一片掌聲中 卸下壯為國中校長一職 準備成為雲汝的最佳戰友 陪同她參與世界巡迴賽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看到 Heater他們家是直接拿著一個電鍋 就是他們有帶電子鍋去煮飯 因為一個電鍋 讓雲汝媽媽週年轉職 原來小林同學正在歐洲時 媽媽發現她吃不慣歐洲食物 重視餐廳又片尋不著 是被電子鍋的日本選手 伊特美城讓林媽媽發現 後勤的重要 就是在比賽這些都是一種環節 對 所以我就開始準備 一個是這樣的給一起出口要用的 鍋碗瓢盆自己帶醬油米 也統統自己來 為保雲汝能在比賽中 發揮最佳戰力 林媽媽不辭辛勞 讓雲汝在外也能吃到紅燒滷肉 我覺得最美的這個點子 能夠轉身停下來 然後去追求下來 我唯一休息的日子 是上場比賽的那一天 話不多的林雲汝上場比賽 警局聯發 林一頭母親告別28年的星壇 準備踏入體育世界 帶著一卡電鍋 陪小林同學征戰四方 記者林醫生謝淑雅一蘭報導 今晚的星壇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